我们再来看看三个台湾奇特岛屿 有的是连听都没听过的 对 这个我们统称叫北方山岛 那三个呢 他们其实有顺口溜 叫前进棉花雨 再见花瓶雨 登陆彭佳雨 什么意思呢 其中的花瓶雨是钓鱼的钓客 海钓客比较熟悉 为什么呢 虽然不能登陆没关系啊 但周遭海域他们就会怎么样 就半夜就出船 海钓船 为什么要半夜出船 因为那边常常可以钓到 水质也太干净了吧 我跟你讲啊 那个红木帘你看那个钓上来 红滋滋的 滑天 那这种红木帘白天你是钓不到的 因为它都躲在岩峰溪里头 可是晚上出没 所以你半夜你就要出船了 好 那你现在看到了这个 我们说的再见花瓶雨 那我现在来全聚棉花雨 棉花雨 这刚刚讲了嘛 其实我这边也讲一个 大家比较不知道 你知道其实在台湾 能够实际控制的国土的最东边 在哪儿 就是棉花雨的最东边 好好 那它这个岛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植物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海芙蓉 它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 据说治疗高血压风是很有效果 价格一两超过三百 岛上几乎整片覆盖 现在有点像台显 有点像台显 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讲 德海富隆一速胜过金银满车 但是我先讲 真的是列为宝玉的 但讲完这两个就要来说登陆彭家宇了 彭家宇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带着观众朋友一起去登陆 因为好像都讲什么彭家宇海域什么什么什么 是不是气象的那个 没错气象的等等都会以这个为地标 但是我今天想讲两个奇异的禁地 也是大家觉得很则则称奇的地 你知道彭家宇其实它上面有一个庙 叫做五险大地 这个五险大地这个庙 它供奉了这个天险宫东的时候的五险大地 两百年前本来不在彭 本来不是在基隆 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在基隆的天险宫 它本来五险大地供奉了这个主神 是在彭家宇的 两百年前他们在那边 他就出现神迹 后来他们这些信徒 渔民 就把他迎到了基隆的天险宫 去做主神的祭祀 但他们现在每一阵子都会回娘家 因为我们的主神五险大地 是来自于彭家宇 他们都会回娘家 第二个是为何有人说 这边就像附近海域有些禁地 其实他之前曾发生过 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刑事案件 你知道当初啊 在2002年5月6号的早上 九点大白天的突然有人就在海上 看到一艘渔船收起来 就外面当中这样 烧起来 然后结果马上报警嘛 那当然海上的这些警察 海巡署等等就出动 就发现船上没人 原因是当时有一个男的姓杨 杨男啊 他黑白两个都整次了 刚才黑到认识独销 白到认识调查局 所以他也是调查局的宪明 但是有一次他有一个独销 想要运毒 然后这个独销就找他 说你能不能帮我 看有没有交通的管道 他说可以啊 我帮你找船 找船员 找船长 结果呢 这个杨男就帮这个独销安排 后来他心里想 既然我都知道 他要这样运毒 我为什么不干脆找人去把他抢过来 黑吃黑不就得了 所以他就找了大陆籍 中国籍的两个杀手 就那两个杀手 知道那个船会来嘛 因为杨男告诉他们 他一到那边就登船 行事枪决 把船长跟船员直接 砰了好几枪 然后结果 再用船锚绑两具 这个尸体沉入海中 然后再烧船 是不是就会变成像 我刚才说的意外 可是我告诉你 突然有两个 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 出现 第一个呢 当他们那时候觉得有可疑 所以他们在附近 想要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遗体 或是作案的凶 凶气等等 这时候突然有渔船的船员说 不告警察 我捞到尸体了 你知道那个尸体 就直接自己飘过来 不对啊 你尸体不是已经船锚 石沉大海了吗 怎么会自己飘过来 有人就说显灵 两具遗体就被发现了 捞起来的时候 还绑着船锚呢 好 第二个也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 他当时呢 这个作案 因为他们发现身上有弹孔 那作案是要有胸腔 找不到腔 潜水夫抱着 姑且一世的心态 连捞两天 但是应该是捞不到 但你必须要捞 对对对 就他们当下去要捞 捞一捞的时候突然啊 就当他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 那个枪是在海里面的海流 突然海流把枪冲冲冲冲冲到哪 冲到潜水夫的手里 太夸张了 那我示范一遍哦 在这里浅啊浅啊 枪就这样呼呼呼呼呼过来 他起来说太夸张了 我找到了 然后人家就问说 怎么会那么夸张 死不瞑目嘛 又有渔夫出来讲话了 他说啊我跟你们讲 当时我看你们在这边捞 我要出海捕鱼 我就发动船 就一发动船 那个海流不是 就是开始在那边 就把枪冲到你那儿去了 这都是真实的报道 但有人讲 那只是一种巧合 他们认为真正有可能的 还是船员 船长跟船员 死则显灵 所以这个是在彭嘉宇 曾经02年发生的一期 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凶杀案件 台湾 刚讲到禁地要解封 对不对 现在我们带你来看这个 这一块禁地 很重大的事件被封锁 现在可以解封了吧 解封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美军都撤退了 那么美军在协防台湾的时候 发生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呢 美军的高雄指挥官下令 一个地方是禁地 沿进全世界的美军进入 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高雄 那这个故事事实上是发生在 高雄七弦三路的梦香酒吧 那梦香酒吧的这个老板娘 非常有这个经营的手腕 还曾经发生 有两个美国的这个水手大兵呢 为了争锋吃醋 抢里面的这个红牌巴女呢 那个两边吵架了以后 竟然因为这样子 其中一个拿出的折叠刀 刺死另外一个 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纠纷 结果是不是宪兵要来处理嘛 结果呢 美军顾问团的指挥 那个里面的指挥部里面的 宪兵组的组长 他来这个地方处理相关的 相关的纠纷啊 他爱上了这个 梦香酒吧的老板娘 他竟然为了爱 然后呢 直接飞回到美国去 然后做什么事 把他所有的房地产 把他所有的不动产跟动产呢 那么卖了以后呢 把这些钱啊 给了太太作为他的 赡养费跟子女的教育基金 只有一个条件 我要离婚 那离婚了以后呢 就是回来 我要干嘛 我要迎娶高雄 梦香酒吧的老板娘 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件好事嘛 就离婚了嘛 对不对 他就回来了嘛 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 在这个高雄 这个地方法院结婚的时候 还高雄市长帮他们做 这个介绍人你知道吗 结果没想到这件事 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的这个原配反弹啊 反弹到怎么厉害 你绝对不相信啊 有出来游行抗议的 有登报纸抗议的 然后事情没得不太算 你知道吗 没得不太算 压力来到哪里 压力来到美军顾问团 那整个美军顾问来了以后呢 那怎么办呢 那因为他们又结婚了 然后又共同经营了 梦香酒吧了 那么这个压力大到 美军顾问团的高雄指挥官 一个上校 就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直接宣布 从现在开始 禁止所有的美军 进入这个梦香酒吧 之前不是美国人 那个反弹吗 对不对 美国的原配复人反弹嘛 现在换台湾人反弹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亲蒙大侯 Cue台湾人啊 你知道吗 那台湾人反弹啊 然后整个台湾 就整个高雄 巴都出起来了 起来以后 这个压力又过来了 又来美军顾问团了 所以怎么办呢 美军顾问团上面就给他 给这个指挥官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样做 到时候会引起反弹 结果这位指挥官之号 又在这个压力下 下了一道命令 那么有关于 梦香酒吧的这个禁令 即日起取消 然后取消了以后 梦香酒吧又可以经营了 各位 照理来讲 照理来讲 那他们从此 王子跟公主 事情应该落幕了吧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嘛 对不对 不对的 又没有 他们分手了 分手了以后 这位美国的前宗校 暗然神伤的回到美国去